不是你俩没见过人上厕所吗 不嫌臭啊 还看是吧 好好标回 看给你买的iPhone5 你就要5S 看别人有的iPhone6 我睡着了都被你给压醒了 你在这胸口碎大石呢 还这么搞是吧 好好标回 吃饭你们还看我干嘛 你们吃的比我好多了 我收拾一个衣服 你们也在这儿抖乱 好好标回 一个人吗美女 那可不可以请您 跳支舞呢 这手上的毛 还真不少呀美女 像你这么可爱的小狗 三更半夜不能出来乱跑 主人会担心的听见了吗 脸上有什么东西 你看看 哦 原来是你的美丽呀 没控制住 啥意思啊 还要来一个 嗯 美女要刮胡子了哟 干啥呢多多 你咋在追上剧了呢 你这眼神啥意思啊 你不会想扮演成里面的人吧 啊 我靠 奴婢扣见多飞 多飞你这个道具质量真不怎么样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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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入戏了 哎不是你这手 你这手要干嘛呀 哎你不是这意思吧 火 给小主请安了 你当多飞以后就想做 这手要干啥意思啊 我哪里贪呢 啊 你果然就知道吃啊你 这咱老北京的玛瑙胡萝贝 一年就产一根 那就一个地道 你怎么不吃啊 您呢 那么宫廷一月九啊 一百八 我 我帮你摘去吧 胡萝卜吃了吧 再不吃坏了 多飞的肯定就是老奴的动力 哎 等会儿 多飞你挺有通理心的 你怕你不吃我伤心 是不是 你还给我藏嘴边了 你可真行啊你 这种玩具狗就应该被量产 你看两个小爪子那么短 那放可可爱的 那大眼睛跟大灯似的 那个小黑鼻头跟个车离子似的 长了个微笑春 哎呦喂 这种狗真长成这个样子 应该也没有什么烦恼了吧 事情是这样的 自从今天他从公园的长椅上 三百六十度爆摔下来以后 他可能就不敢上床了 虽然他狗子不大吧 但是这个阴影 我觉得还真不像 唉 然后我就一直拿手机偷偷的录他 我虽然看他很可怜 但是我不能帮他 因为狗是要学会自己长大的 多多你还记得我教你的那句成语吗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蹦啊 然后就在这时 多多已经感受到 我内心给他的力量了 然后他放弃了 事情是这样的 通过我近半个月的观察 和种种记性来表明 我家的狗要造反 然后我拿起他最害怕的拖鞋 我想试一下他 结果我心碎了 你们看他这个手 他姿势都已经摆好了 他现在 他这个姿势就想跟我酣畅 淋漓地打一下 仿佛在说 老汪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拼命 我就今天不想做狗 我想做回人 最后没有办法在长达十分钟的 父爱的洗礼下 他还是选择 做了 我真的觉得除了人 显现奇迹 狗也要显现奇迹 我家狗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 为了这根雪糕 它居然站起来了 配着这两个小飞耳朵 多得你是要起飞吗 你看那小胳膊直愣着 大家看他的小舌头 我要把你的照片划给强哥 我想请问 你们上厕所的时候 腿上也会沾这么高 你又翻垃圾桶了 啊 你怎么又翻垃圾桶了 这什么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站起来 你倒是 你倒是 我说给打你 你把自己良心 你过得去吗 这是啥呀 你倒是 说话 今天你也不顺你错了 你就一直站着 给你态度 这啥意思 态度 这只长期把这种 富家时的狗子 今天坚硬来他的七岁大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庆祝 只能带他来狗公园 跟他朋友们一起 分享他的喜悦 小狗是不知道自己过生日的 他只知道今天我很开心 我现在多多的视频 一定给你们带了过很多欢乐吧 但是在这欢乐的视频背后 我们也有很多故事 我要先跟你说说对不起 每搬一次家 就会让你缺少一点安全感 但是 有你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 你慢慢步入老年前的阶段 今天是你的七岁生日 我要为你唱一首生日歌 感谢你七年的陪伴 我只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 虽然你只有六斤 但是你却占据了我的整个心 多多 生日快乐 多多我们已经隔离四天了 好多人都好奇 我们每天能做什么 给他们展示一下 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服装四公斤 深蹲 然后是公二头级的高强度训练 多多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了 泰迪会撒经 主人让我们经 啥意思啊 嗯 我刚吻了一下 确实臭啊 多多 我错了 我再也不许你了 每天睡觉 他本来是在那里的 然后趁我放松之气 就走过来了 你一天天 你跟个小娇气一时 能不能各睡各的 今天是我跟多多隔离的第三天 多多 你已经三天没拉屎了 我只能使绝招了 我和你户外遛狗法 用这么薄的纸 给你监视 之前应了那句话 纱布擦屁股 给我漏了一手 我还是去洗个澡吧 你去吗 你要不想去的话 再握手吧 好吗 还是这么单纯 说真的 我贼喜欢给多多洗澡 因为给他洗完澡 他就能变成一只小海豹 洗完澡 然后记得回去找一下 因为耳朵可能洗丢了 洗完就是干净啊 我带你看过去吧 老改了 我一看就哭 赢了赢了 多多 你相信狂吗 今天是我跟多多隔离的第二天 一大早就在那看着我 过来吧 他们都说 多多尿我床上了吗 我说多多根本就不是那样的狗 你们想啥呢 多多 你真是没让他们失望啊 尿了个地图出来 你是在规划这个城市的未来吗 人家本来就嫌你吵 你又整这出 我怎么跟人解释 那个你好能给我换个床单吗 什么了 我尿床了 啊 终究是我被你扛下了一天 考虑到咱俩还要在一起待五天 对不住了 这个行 终于要回家了 多多你知道回家代表什么吗 回家代表 洗涤七天隔离套餐 带狗隔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划分区域 多多啊 以后你的吃饭区域就在那个位置 有尿 有屎 全往这一片区域处理就可以了 听见了吧 听见窝窝水 你现在看了我半小时你要干嘛 真处不去啊多多 他五个小时没有上厕所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连厕所都不上 你还想上我床 你看看刚才你踩的 你不要觉得你长得可爱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就一个要求 别尿我床上 你们看过多多每次回家的待遇 这个给我们撸的 回去我们剪剪毛吧 小狗过来七岁以后 头就不能剪得这么圆了 每个总会在梦中清醒 你打开气啊 不就是一粒毛吗 多多我有个办法 让你不被撸成平头 哪儿去了 这儿呢 多多我这次真不扛你 你信我一次行不行 直接变成平头 就让他们无处下手 怎么样 糟糕糕糕糕 我心得比你早 你爱的比我少 就必要 就煎熬 别那么饿 我死你时刻能走掉 快别睡了 多多 你快看一下 多多 这啥玩意 这是 你抬手有什么用啊 这孩子睡猛了 你那个泰迪拳 你苦练这么多年 你出手啊 你打他呀 What the fuck 我真怕疼 你是这个家 唯一的女子汉了 我求你了 你去 你去给我制服她 行不行 你能不能 你能 哎 那个 虫哥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见识你俩认识 你这个小桌杆 你陪我拿个快递 顺便扔个垃圾行不行 不吃是吧 小肥关奶呢 世上无难事 只要有肉干 这个门 怎么这么重啊 这么重啊 哎呀 我刚才 是把钥匙扔进去的 对对 我家给我把钥匙弄丢了 您能来一趟吗 今天有事 明天吧 完了 你带身份证了吗 好难受 我一换地儿 我就睡不着 哎 醒醒醒醒 怎么办呢 我这么晚 明天皮肤一整个垮掉 哎